希望4回圈加總到99 假如我們要增加這個模組 記得直接按滑鼠右鍵 新鍵 滑鼠右鍵點擊的位置 記得在專案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專案 專案下方有個P1的套件 專案套件底下 按右鍵新鍵 新鍵一個 Python的模組 OK 你就是這個模組名稱 取一個名稱 我這個取的名稱叫 4回圈加總到99 1加到99的加總 反正這個名稱 我本來想說只能用英文的 後來發現用中文OK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 模組名稱用中文是OK的 但你如果不習慣你用英文OK 反正這個地方的話 我之前只是想說試試看 因為我蠻擔心說如果取個中文名稱 會不會有那個相容性問題 後來發現沒有 還OK 然後所以你就按確定之後 再來的話 我們來把層次撰寫上去 那我先RUN一下 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呢 底下 圓面機 那RUN這個 把這個 打開 執行 那 他會重新砍拍了 OK 那其實他只是一個結果啦 未來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我要1加到99 可是這個99這個數字 如果要變成變動的 那你這邊也可以加一個input 請輸入 加總 那個什麼 加總到哪一個值 OK然後呢你比如說讓使用者輸入99 他結果就是4950 但如果他今天輸入199 他就是另外的數字 當然你這邊也可以變動 可以結合之前講過的用input的一個變數 但是如果今天 我這個程式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 只要不是裡面的保留字 比如說像什麼for這個保留字 in這個保留字 print這個保留字 這些名稱不要出現的話 都OK 預設值等於0 也就是說我今天給一個sum的一個 變數 然後呢我先丟一個0給他 這個時候sum裡面就放一個整數 OK 接下來的話 for i in特別注意喔 後面的話就加一個什麼range 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用那個什麼剛剛這個假設你今天用中瓜糊 1 豆點 2 豆點 3 一直豆點的話 你有可能要豆點到那個 到99 這個這樣的敘述方法就是一個list 一個等於是清單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用清單除了說可以用一個中瓜糊表示之外的話 你還可以用range 特別說這個地方 這個range其實跟 VBA那個range 感覺概念有點像 不過不完全相同 你就是 這邊的話就是 打一個小瓜糊 不忘了你會發現在Eclipse裡面會自動幫你加後瓜糊 所以這個他的優點 1豆點 1指的是初指之 1幫我加到99 你不要這樣1加到99 不是這樣喔 記得是1加到99 你要讓他加1 因為他是 後面那個數字是到那個數字 的 什麼呢 的後面那個數字 所以你如果要99 你這個地方一定要是 到100 他就會停在99的位置 這個是 他的規則 那再來記得加一個冒號 OK 不過你會發現 Eclipse也蠻貼心的 他隨時都會給你一些提示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怎麼樣 我跟你講這個sum預設值等於0 他要加總的怎麼怎麼怎麼加呢 他一定什麼 進來之後的話 sum 等於sum 加上i OK 所以其實 這個sum加等於的話 其實sum等於sum 加上i 他這個敘述方法就是 i的詞 他預設 他從1開始 所以1進來之後的話 sum等於0 所以0加上1 等於1嘛 把他加在哪裡呢 特別是 這個等號 應該是什麼 指的是 後面的東西 會幫你存在前面 其實應該叫指派啦 或者叫負語 那負語的話是從後面的 加的結果 幫你存在 前面那個變數裡面 OK所以變數啦 當然顧名其他 就是這個裡面的數字 會不斷改變 那有點像那個 剪貼不一樣嗎 Ctrl C一次 下一次 Ctrl C 前面那個都不見了 就把他蓋過去 是 一樣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 假設i等於1的話 那存過來sum就等於1 那再來特別注意喔 底下這邊 有一個那個 print結果啦 特別注意 不要把這個print的結果 寫在這裡 因為之前有同學寫在這裡 如果你寫在這裡 跟寫在這裡 是完全不一樣喔 因為python對於那個縮排 會非常非常的嚴格 那其他城市沒有這個問題 也就之前有同學寫在這裡會怎麼樣 你看喔 執行起來 按OK喔 你會發現他怎麼樣 有沒有看到 他每做一個 就print一個 每做一個 就print一個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print這麼多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縮排的位置 在裡面一層的話 意思是說 你 這個敘述是在for回圈裡面 但是如果你把它back到前面的話 意思是說 我是在這個回圈的外面 也就 底下這一行第四行 跟for回圈沒有關係喔 這個觀念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搞不清楚 這個縮排 有縮排 跟沒縮排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 如果你怕錯 乾脆把它空一格算了 空一格的話 可能你會不要看得懂啦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 有一些東西看不懂 但是標準是 不要空一格啦 但是 我是擔心說很多同學 眼睛花了 結果就把它放進去了 不過如果縮排放在這裡面會不會影響 其實還是一樣 因為還是下一切 還是下一切喔 所以如果你 即便這樣空一行 執行看看 你看 印象中好像也會是受到影響的 有沒有 即便你空一格 空一行 它還是在裡面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啦 這個也是 之前同學 自己try 就一直 奇怪怎麼一直卡關 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縮排 那如果你把它放外面的話呢 執行你會發現 它只會怎麼樣 執行最後這麼一次 因為它跑完這個回圈之後 才最後怎麼樣 再來執行這一行 所以特別注意 sum等於sum加1 加完之後丟到前面去 加完之後 所以它會 1 加 2 加到99 然後幫我累加之後都放在sum裡面 它這個變數會一直蓋過去一直蓋過去啦 那sum等於sum加1 另外一種寫法就是sum 加 等於 i 這種寫法的話 跟剛剛的寫法一模一樣 加 等於 i 就意思是說sum等於sum加i 應該可以 理解啦 不過 假設啦 你還是暫時 不太能夠理解的話 那你乾脆寫這樣好了 寫這樣 反正 跑出來的結果跟剛剛完全一模一樣 慢慢如果你可以適應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改什麼sum 加 等於 i OK 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OK了 那因為我雲端放好像是放這個 加 等於 i 當然相對的啦 你會發現這樣寫會比較精簡 這個java裡面也是這樣寫 如果在java 你學過java的話 這個應該會比較習慣 最後把這個結果給print出去 print什麼呢 計算總和 我們就串接什麼 串接sum 有沒有 然後後刮弧 這樣子 那如果 這種寫法 在那個vba裡面 其實是OK的 vba裡面 會自動轉型 但是在python裡面不會自動轉型 所以我們把它執行的話 有沒有 print出去的結果 他會跟你講說 欸 must be str 意思說這個東西啊 你一定要是 先碰過轉成 字串 不能裡面放的是int 那為什麼是int 因為它初始值就等於0嘛 0的話就是表示它裡面就是一個什麼int嘛 也就是這個變數裡面呢 只能夠放整數 你不能給我放別的東西 如果放別的東西的話 那 錯 很抱歉 因為你放在這邊的話 它是一個 自串 我跟你講 這個是一個整數 整數呢 跟自串 在python裡面 它不會自動加 除非怎麼樣 你把它改 str 這個轉型還記得吧 如果你沒有把它轉型的話 它也會發生錯誤 意思就是說呢 經過str 把裡面的int 假設 裡面是那個什麼 假設它進來 計算的結果是 4950的話 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 一個整數 那如果說你要跟前面串的話 必須透過它 它會怎麼樣呢 幫你在前後加上這樣子 再把它串在一起 這樣才ok喔 這個我想是轉型之後再 把它串接 那就沒有問題 因為 其實這也是 蠻常容易遇到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對轉型還是不熟 ok來把這個執行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結果 那就是4950 ok 那這個是第1個練習 請各位 先稍微試一下 那後來就有同學說 老師我如果今天 我想要做個變化題 什麼變化題呢 就是說 這樣做完之後 那可是我希望呢 我輸出的結果 是長這樣子 1.1 1.2 1.3 一直到2.0 這怎麼做 裡面可能會有牽涉到 就是printer的時間點 這個是最後一次printer 這個是每做一次就printer一次 所以它中間會相差多少呢 相差的是 0.1 每一次0.1 每一次0.1 一直到 2.0 結束 這要怎麼做 輸出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著做一下那個 所以第1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個新增 一個模組的位置 一定要是在那個什麼 一定是在那個 package 上面按右鍵 新建一個 模組 新建一個模組 那再來的話就是 那個模組名稱 我是取叫 4回圈加總到99 吼 4回圈加總到99